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弃手枪 吹什么吹 我跟你说 以前我就发现了 这手枪连个深响都没有 还不如游乐园的好玩呢 我跟你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十米切手枪规则 分为四个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运动员同时发射 有十五分钟准备和试射时间 在试射结束以后 在规定的七十五分钟内 每人打六十发以环局最高的排名 以此类推前八名进入决赛 第二个阶段 每人打二十四发 最后八发开始淘汰 直至关键产生 你打一枪 我看看 看到上面数字了吗 十点九分 这个我知道 这是最高分 那我之前打拖把的 是不是就是零分啊 怎么了 是不是我问得太白痴了 也对啊 在专业的赛场上 怎么可能会有人 打出拖把的成绩呢 你打一枪 我看看 怎么样 是这样的姿势和感觉吗 射手 采取了一支单臂持枪 无依托射击 目视前方 集中精力 对 往下一点啊 你这样重心容易不稳 迈步怎么那么快 第一 第一次打 有点紧张吗 这是砌手枪 又没子弹紧张什么啊 来 往下一点 好 记住这个姿势 是 就当比赛的时候在你身边 有人了 没有位置啊 热的 这两个酒吧 热的 好啊 自闹 这枪都标着号呢 每人一把你别想乱用 那我用谁的呀 你自己去向教练申请啊 反正我们的枪 哪个你都别想动 行吧 你们牛什么 小爷还不稀罕了呢 教练什么时候说过 枪美人一把 不可以乱用的 许愿我告诉你 你要再这样胡来 排挤新队员 就等着换队吧 这小杀手啊 嘿嘿嘿 在那边待着咋样 被人欺负了 没有啊 秦叔 我这么好的脾气 谁会欺负我呀 再说了 就算被人欺负了 我也不会放在厅上的 谁叫咱拿钱替人办事呢 你忘了 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秦叔 药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你一定按时记得吃药 知道吧 你不要为我操心了 还是关一关一样 你自己 上次的外卖不为啥 要得 要得 你别操心了 我好着呢 发个刷的 拿着给我 怎么这么晚点回来 家里还有门禁的规矩啊 这些是给你的 快点显示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竟然还算我礼物 你也别他难过 喜笑就有这样 老队员通常会欺负新人 过一阵就好了 小时候我也都经历过 既然回来了 早点睡吧 我看你是误会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